欢迎回到Focus全球新闻 要带您关注的是国外的复古活节将近 在英国有巧克力业者 今年推出使用永续的食材 和无数包装的复活节彩蛋 希望可以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这一间巧克力工厂 位于英国的法尔茅斯 是当地少数Beam to Bar的巧克力品牌 翻成中文就是从选巧克力豆到成型 包装都是一层层包拌 层层把关 也把对巧克力工艺的热忱 还有土地的关怀都孕育在产品里头 而在荷兰的库肯霍夫花园的郁金香 也要运到梵蒂冈 为复活节做准备 而这批郁金香也被寄予了和平的意义 希望可以替乌尔战争迎来和平的曙光 而这两座花园也是两年来首度开放 吸引了美国、德国、世界各地的游客 原方预计将会有70万人回流 为迎接周日的复活节 英国有巧克力业者使用回收橘子皮 和支持雨林保护计划的可可豆 制造复活节彩蛋 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近年来欧美地区吹起讲究食品工艺的风潮 就连巧克力也不例外 这间位于法尔茅斯的巧克力工厂 是英国少数从选动、烘焙、研磨 统统一手包办冰土瓦的巧克力品牌 对于这间巧克力工厂来说 不妥协代表遵从一切有序和道德规范 像是坚持不使用塑胶包装 棕榈油和乳化剂 并且与各地小农直接购买可可豆 从源头层层把关 其多人的主要是行为 你买一杯的巧克力 你切开的巧克力 你砍开的,倒砍凑 然后,嘿, presto 你找到了巧克力 然后,你看好 它 seems 那种口味, 那种疗疗, 这种类伍, 这种仪式们 全部都禁得 在这种程度 的进入巧克力的巧克力 不只原料不马虎 就连使用的机器也是最传统的研磨机 展现对于巧克力工艺的热忱 融合对巧克力的热爱和土地的关怀 这里贩售的复活节彩蛋 一颗要价26英镑 售价相对来说偏高 不过仍有顾客愿意买单 我喜欢它的味道 我喜欢它的质量 它是怎么解释 它是非常纯粹 你肯定能看到它的味道 有时候人们会说 巧克力真的不同 但是它是 另一头在荷兰库肯霍夫花园内 百花齐放 每年都会从这里将浴金箱 送到范迪刚做复活节装饰 今年天主教路特丹教区 主教亲自为打拔好的花朵 洒上岂布圣水 希望能够为乌尔战争 迎来和平曙光 不过不止宗教活动 现在一般大众也可以入内参观 因为疫情关闭长达两年 终于又能重新开放 占地33公顷 这里被誉为全世界最大最美的玉金箱花园 每年3到5月 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今年原方估计将会有70万游客造访 尽管与往年的数字相比大幅下降 人潮正在逐渐回归 BBA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